无意间看过一本书 绝密人性天书 本以为是水货 深入之后发现 作者竟然是个洞察人性的高手 通人性者 通金钱 通人性者 通幸福 真正的高手都是人性大师 他们懂得一眼洞穿人性 操控人心 众生皆为其所用 本以为是那种套路的成功学的书籍 拜读之后感知思想深度 分析人性很接地气 分享其中的几个观点 一 人性的真相什么 从小到大 没人告诉你 什么是人性的真相 人性学是从古至今 帝王将相从不外传的家传绝学 历史的任何一个朝代 都有两套知识 一套是门内知识 一套是门外知识 皇帝和有钱人 把门内知识 留给自己和子孙学习 从不外露 他们把门外知识拿出来 给众生学习 门内知识教的都是权谋 手段 人性 帝王术 而门外知识 教的都是 让你如何成为一个更听话的羊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百分之九十的人 一直被薅羊毛 如果没有大量的羊 狼吃什么 如果没有大量的穷人 有钱人吃什么 有钱人培养孩子 都会让他精通人性和权谋秘书 而穷人培养孩子 只会天天报各种辅导班和技能 二 你听到的 看到的 都是一个局 这个世界 由两套秩序组成 第一套规则 公平 正义 道德 礼节 第二套规则 隐藏在背后的利益斗争 第一套规则的道德是表象 第二套规则的利益是实相 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知识 大多都是第一套的表面规则 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 心里打的算盘 就是第二套利益规则 高手都是以第一套规则作为手 断 为的是达成第二套规则的目的 几乎人人都会披上一层光鲜的道德外衣 然后千方百计的给自己谋取利益 道德规则 人人都放在嘴上 利益规则 从人都记在心里 所以 千万不要被第一套规则迷惑 而要用第二套规则去看清事物 比如 我们不能看一个人说的什么 而要看一个人做的什么 第一套规则是一个幌子 你不能把它当成安身立命 功成名就的方法 要想看透 每个人的行为 一定要结合第二套规则进行分析 这就是利益分析法 利益才是主导人类运转的逻辑 利益分析法永远都不会失效 在你想得到一个人的好处之前 一定要先思考清楚自己能给别人带来什么 你的好处是不是别人需要的 你的好处是不是唯一的 如果第二套规则的利益不成立 那么就永远只能建立第一套规则道义的关系 对方也只是一种虚情假意的应付 世界无论怎么发展 人的利己心不会变 利益才是推倒人们行 为的最重要逻辑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用第二套规则推理出来目的之 后要迅速用第一套规则包装起来 要穿上第一套道德的外衣 干完不要赤裸裸的谈利益 因为第二套规则是不可说的 而第一套规则存在的价值 恰恰就是能帮你更好的伪装起你的真实目的 但维系世界运转的真相是第二套规则 第一套规则可能更像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客套 三 什么人最不容易被骗 怀疑是你最重要的能力 用怀疑来求证事实 比误信重要得多 拥有特殊性格的人 这一类的人属于分析型的人 有福尔摩斯的头脑 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防线设计的比较高 这种人很容易看穿一个人有没有讲假话 在他们的世界里 已经提前假设了每一个人做事 说话都有他的目的和动机 他们信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当每一个机会出现 他们会像警察盘问犯人一样 小心谨慎 追根究底 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一面之词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优点 四 价值都是包装出来的 很多企业喜欢玩包装 包装就是为了提升 绝大多数的价值都是假的 企业的包装没有直接骗人 他们走在非七级的灰色地带 只要你的良心不冲突 这是一个很好的营销手段 包装是直接说留 利用人的错觉 间接向他展示你要让他相信的东西 让对方一厢情愿地做出对你有利的假设 五 曾国藩案例 大柔非柔 至刚无刚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 无论做人还是做事 学识还是人品 都绝对称得上后人的榜样 但其实他开始做官时做得并不好 在朝廷几乎处处树敌 因为他不仅对自己以道德约束 对别人也有很高的道德期望 其他官员稍微有一点作风不好 他就到皇上面前去猜人家 今天猜这个 明天猜那个 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他 甚至组团针对他 曾国藩当时特别懊恼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到头来却搞得上上下下 全是敌人 举步维艰 后来他开始自我反省 并最终领悟到大柔非柔 至刚无刚的道家思想 从此树立了 以天下之至柔 驾驭天下之至刚的做人原则 任何事情 只要结果是好的 过程中出现一些瑕疵和纰漏 都没关系 别人做事的方式和手段 即使自己不认可 也不再顾问 有人在背后使绊子 就忍着 有人捅刀子 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害 也不再追究 自我疗愈一下就过去了 不对任何人存在道德期望 只一门心思 为皇上分忧解难 以道德约束自己 对别人道德 是真道德 以道德约束 别让别人对自己道德 是不道德 六 人性分为的四种人 把人大致分为四种 一心善手软 二心狠手狠 三心狠面善 四心善手狠 第一种是心善手软 这种人基本都活在最底层 就是劳苦大众 简称就是老好人 很听话 内心淳朴 也没有什么手段 典型就是 咱们父母那一辈人 很努力 很善良的贫穷了一辈子 第二种人 心狠手狠 这种人是典型的愚蠢的恶人 基本这种人都在监狱里待着 要么就是即将去监狱待着 第三种 这种人就有点厉害了 心狠面善 满嘴人意道德 感情兄弟 但内心极其黑暗 表面上越是一上来就称兄道弟 人意感情挂嘴上 你越要小心 所谓的感情和人意道德 都极有可能是他的武器 因为内在极其一暗 所以才用这些形式化的东西 包装自己 参考乐部群 七 怎么提高认知 第一 亲身经历 第二 高人指路 第三 高质量学习 人和人终极的竞争 是认知层次的竞争 你的认知在什么层次 决定你活在什么阶层 就拥有什么样的财富 和熟人圈子聚会 你要把自己的锋芒藏起来 把自己搞成土鳖一样 讲点最近倒霉的事 马上就能起到娱乐的效果 大家都开心 只要你一炫耀 就完蛋了 人们会羡慕陌生人变成富豪 却会极度身边人变得更好 和利益圈子聚会 你要充分展现自己的价值 把自己装得像个功成名就的大老板 想赚钱 就要先假装成有钱人 这样更容易获得资源对接 因为强者都不喜欢跟弱者玩 就是懂得什么时候装 什么时候藏 想赚大钱 就要懂得远离熟人圈子 多进入弊圈子 喜欢跟谈生意 谈利益的人套在一起聊未来的 都是强者 想成功 就要跟这四种人混在一起 跟有钱的人玩 跟有资源的人 索跟有头脑的人玩 跟有能力的人玩 说白了 就是远离不如你人 靠近比你厉害的人 人在江湖 没有真正的敌人和朋友 马化腾和马云 依然是好朋友 是是是 人是人 不要动不动又是拉黑 又是诋毁 太幼稚 江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你跟任何人之间的仇恨 都是因为短时间的利益冲突 等到了下个阶段 你们可以利益共享的时候 就会马上又成为朋友 成年人的游戏就八个字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都是必一世然 感情和利益扯一起 必定受伤 共情 不共财 两共合不来 人生要紧记两句话 跟有感情关系的人 别扯上利益 跟有利益关系的人 别扯上感情 夫妻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一起做生意的 结果几乎都是败 不败 也是天天吵的鸡飞狗跳 每个人对你的方式 都是根据你现在的实力 筹码 关系 来决定的 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 被欺负的那一个 一定是实力最弱的那一个 如果一个人敢欺负你 那说明 他早看透了你的实力 就会影响你的利益 你需要暂且忍耐 尊严可以慢慢正 但不要随便拿利益去硬碰硬 八 人性的善恶 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呢 人性不本善 也不是本恶 而是本自私 任何人说的一句话 或者做的一件事 都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已 人性本自私 参透自私本性的人 就可以参透人性 参透人性者方 能得天下 探断人性善与恶的变化 要以利益的大小来做参照 在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 人性是本善的 只要产生利益 人性是自私的 如果利益足够大 人性是本恶的 佛家的最高境界说 明心见性 指的就是自性的显现 一个人帮助别人 除了为别人好 本质上是在满足 自己是一个好人的精神需求 还记得这句话吗 助人为乐之本 就是说 帮助别人你会得到快乐 这个快乐就是你得到的自私 人善人欺 天不欺 人恶人怕 天不怕 意思是 善良的人 容易被人欺负 但老天是不会欺负他的 一个大恶人 别人都怕他 但是老天爷 不会怕他人 宁愿看到外人好 也容不得身边的人 比自己好 遇到外人好 或远远超过自己的人 就会羡慕 崇拜 胎马屁 遇到身边人好 或稍微比自己好一点的人 就会极度仇视 生快心 9 赚大钱的三种做法 1 传统的做法 拿自己的钱下注 你发现了个商机 想创业 然后用自己的存款家朋友 借款家银行贷款 筹集200万 然后开始去创业 这种属于债权投资 就是你欠债创业 80%的人都是这么创业的 如果公司失败了 你所有资产都会被债主和银行收走 等于你自己下注 输了就没了 2 高手拿别人的钱下注 把公司发展规划 做个PPT 把身边认识的朋友 客户 拉在一起 把怎么样投资200万 未来赚两个亿的过程 讲得天花乱坠 然后以200万的价格 出让30%的股份 让大家入股起干 只要你讲得够精彩 就会有人一起入股干 这样 即使公司最后倒闭 投资人的钱打了水漂 你也至少领了几年工资 而且你没欠一分钱外债 亏的都是股东的钱 这种属于股权投资 等于拿别人的钱下注 3 顶级高手 赚所有下注人的抽成 更高段位的玩法是 公开向全社会募集资金 每个投资人 根据出钱的金额 占项目相应一定的股份 就可以分享 公司未来的相应收益 出钱人之间 可以交易自己所持有的股份 然后你把公司 估值搞高一点 估值100亿 一开盘你就身价几十亿了 找个机会一套线 直接发财 这叫发行股票 大公司都是这么玩的 股民杀戮的时候 庄家和开场子的 已经开始收割准备离场了 同样创业 不同身份的人 做不同的手法去做 完全是不同结果 这就是挣钱 赚钱和发财的区别 赌徒就是在挣钱 庄家就是在赚钱 而开赌场的才是发财 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呢 真正优秀的人 大脑一定是跳跃的 但行动肯定是务实的 因为他们知道 捷径是非常少的 到达终点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一个点上持续的积累 一张薄薄的白纸 重复对折五十字 其厚度可以从地球到月球 而再对折一次 从月球又回到了地球 水滴石川不是水的力量 而是持续叠加的力量 一个人一旦把时间精力 集中于一点 并且持续即可产生 巨大穿透力 如同阳光聚于一点 可瞬间将人灼伤 水流聚于点 可瞬间切割钢板 真正的高手 每天做的每件事 见到每个人说的每句话 要么和自己当下的成长有关 要么和自己未来的回报有关 除此以外 基本都是浪费时间 以上 只是绝密人性天书的绝小部分 由于你懂的原因 更精彩的部分 太原文会更精彩